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这支金豪商务 然后少有的一支数款的钢笔了 厂商真的非常用心 专门选了不同类型的笔 然后让我去做 那不会那么雌雄 那非常感谢这个厂商的一个赞助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 真的 反正挺开心的 收到这么多支笔了 毕竟也是好久没有收到笔的一个人了 然后再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尺寸先吧 还是一样的例行公式 那这个不能少 那首先这样子 那能 那呃 有看一样的 该说的一些点都有改过 那比如说笔声也是比较粗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 呃 长度上面来讲也是好像统一了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那上度来讲都有跟以前这样子做多一个 就做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了 然后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的 插把式的一个笔尖啊 非常完全实用行为 完全非常速的一支笔 跟这支笔的一个呃 笔呃笔盖是就设计是完全一样了 那用了一个就可替换式 就快速替换了跟拉米那样子的一个笔尖了 那这个非常期待 我还没用过 今好的这样子一个笔尖 那这个非反而很期待 好 那个但是那个笔尖的话对比 其实跟这些对比应该也没什么好对比了 好 那一个照案的我们来看一下 把那这支 我用的最多这支的海运应该就不需要了 因为那个很难去跟他们去那个对比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线 那笔的话笔尖的话 是不是比拉米的那个还要在 是不是一样大小 这个我真的忘了 因为拉米那个给我印象 其实一直是一般般 那个他这个品牌 然后这个用起来反正就是 嗯 看一下这个笔尖的话 这个飞机尖嘛 然后看起来尖也不是 也也应该算是偏大吗 还还是那个偏小 这个真说不准了 到这个尖的话 给我第一感觉就是他特别好上手 就是你拿上手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这个笔非常好 就非常舒服 那之前说的就是万宝龙和拉米 他们这两个品牌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其他的笔尖的话都是需要一个适应性的 但是这个拉米和万宝龙 他那个笔尖不要怎么回事啊 不要做过什么研究了 反正就一拿上手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这个笔很好写 就这样子一个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是多少 那长度上面反正都是有一个 他都有调教过啊 140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以前好像是130 31或30左右吧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拔帽以后的长度是130啊 对好像都有一个长度上面 反正就都有一个改进吧 就这次这次的笔真的 必须要重复再重复就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进 就之前讲的很多问题好像都改过了 好 然后再下来 我一个钢 一个这样粗细的笔 然后还是不锈钢的 然后达到21 那在不锈钢里面还算是比较轻的 这样子一支笔 13.7对 我不锈钢 然后还做到这个重量的也是难得一见 然后那个现在我没有手上 我手上没有那个不锈钢笔可以对比了 因为MYU也是那个送人了 然后就是他那个塑料反正是比较黄嘛 然后这个这次的这个塑料 他又不知道是好像也是开始接近MYU的那个色了 我不知道之前偏白的英雄100 那一种白跟这种偏黄的金属到底有什么差别 这个真不知道 真的需要那个观众给我解答一下了 那再下来 我这支笔由于比较素了 那它的定位就是我有一定的美学 但是呢我完全以实用性为主 那非常八号式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但是在八号式上面再进化一点 就是我没有故意去做的非常一体化 或者非常简练 就是该有的功能我要是去做 那就是在一个功能性和美学中间的一直拿捏做一个平衡点 但是我又不想让别人看到就像苹果产品 我不想被别人看到有这样有设计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这支笔算是完完全全做到了 好 然后再下来 首先这个笔的粗心 我们不用讲的 非常的简单 非常一体化 那唯独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它这个笔会不会太细 然后等候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个那首先这里呃非常细的一个环 那平常的很少看到就是说都是比较粗的 像那个如果有用过别的国产 比如知道这些地方都都故意做的很粗 因为好做嘛 细的肯定没那么好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 那他用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 就是呃直接在笔杆上面我直接划一个圈 那这个东西虽然说因为重量很轻了 然后就所以说肯定没有那么的怎么讲呢 肯定没有的那个呃那种什么就是没有那种分量感了 因为他重量已经减到那边下去了 然后这个的话怎么讲 但是比我以前用了那只Namiki的那只 钛金属吗 还要清上不上 那只钛金属钛金属真的是那个纸上碎的一个材一个一个材料了 就是没有用到像飞机这么大量的时候 那种这么大量的话 其实他轻30%即使我这只我不知道是不是太金属了 如果是太金属的话 你想一下我13点多的我13克左右的一个重量 但是我再减下去 我再减个3克左右 其实10克其实在一只笔上面 那差别真的不是很大 而且再下来了 哎这个笔握 呃呃看到就是没有太特别细拿下真的非常棒 然后你看这边 整只笔的话还是保留了一定的一体杆 那这个笔做的非常怎么样 非常的这个笔个笔帽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薄 然后不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然后你看这样子又一体 然后拿起来哎不会觉得笔握太细啊非常棒 然后有一个点缀做的比较好 就是他顶面这个地方 那可能我指纹弄到 你看这个顶面这个地方哇亮面的 当然是我指纹呢本身真的很亮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那个顶面也是比较亮面 但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太平淡就不知道 可能他是去慢慢弯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个铁片 铁片慢慢弯弯成一个笔筒的 冲的话应该冲不了这么深的 然后这个可能有点不平淡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不太影响去用 反正就是平常这样子就这样子 我就这样子放下来 你看就是感觉就是呃很棒的一个感觉 就感觉到很有一种精致感 我就这样子一放 或者我这样子一放对不对 然后再下来的话呃比比较这边的话就有点小紧 但是影响也不是很大 然后这次感觉就是他整个以前好像都能看到内侧 这次也能看到一点 但是弯的这个感觉 他这个工艺等等的都是精致上了不少 然后再看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看特别这个边嘛 你一弯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角的地方 让他的一个金属会往外翘 然后这次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些 就是应该就没有那种就那种小问题 就感觉就是非常的有工艺美的一种感觉 然后再下来的话 其他的就差不多了 因为这只笔真的很素 他更多就是很实用 我笔件有问题 我直接换就是有纳米的量子的一个设计美学 但是那个怎么讲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再喘息出来的 这样子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笔的话 这里是塑料的 不过也问题不大 因为塑料 其实这个塑料跟这边 这边应该我这边我摸的话摸不出来 但是如果这边是金属的话 这边是塑料的话 其实复合材料的向性 是比两种铜材料的向性要好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拿这支笔 我去做万宝龙的100次的 100万次的这样子就旋转开合测试的话 如果我这个塑料金属的话 它的磨损度是比我两个同样是金属的磨损度要低很多的 这个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接触过 就是有做过生产这类的一个朋友都知道 复合性材料的一个磨损度绝对是最低的 所以这个看起来其实没那么美观 但其实它是更加的一个实用 但是这个东西耐用性吧 还是要需要考究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笔的一个笔尖 然后笔尖看完 我们就来上一下墨这样子 笔尖的话 我们能看到非常速的EF 而且非常亮 再下来就而且有点曲面 它不是平的 那在这个精致度来讲就非常的棒了 像那个斯耐德吧 那个我记得就平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有点抛 那看起来就更加有质量 笔尖的话 你看也是非常干净的 非常现代这样子 应该就重新开模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了 笔尖的话 而且这样子它比较没那么容易挫尖 如果平的就比较容易挫尖 你这么一弯那就容易挫尖了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但是我不太懂纳米的那个为什么还是那么容易挫尖了 那个我看不少人就用了一年左右就挫尖了 这个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中缝看起来也是夹的挺紧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利 伊利的话就是也是前面也是也圆端的这样子一个打磨方式 那写中英文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初锋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了 这个不是这个好像也是偏刀锋打磨 哎不错不错 但上面看的话是比较圆的 那这个打磨方式看起来也是比较特别 还是说我的放大镜不够大 是不是应该搞一个再大一点放大镜 然后来看了 好 然后前面这边也是偏圆的 就是有刀锋那种有圆啊 这个鞋感来讲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 你看前面是鞋的 然后突然那个手机没空间了 然后就对嗯 我直接来上磨吧 好上一下磨啊 刚刚弄了一会 然后才能继续拍 醉了醉了 好 那一个看一下手感呢 上磨的一个 哦 这比我沾到这个 沾到这个磨水了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但反正这样插 因为问题也不大 但金属的最好 这个金属的一个笔握 最好还是插一下 不然一挂墨的时候 时间久了 就不太好弄 现在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然后我们来试写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 看一下 这一支笔 是 金豪35 也是非常顺滑 但鞋感来讲的话 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好像是 有时候低笔是有点非白 是不是我拿笔有问题了 试一下 好像是我拿笔 我拿笔有点歪 是怎么是 出门好像有点不是很顺 OK 我要把墨那个调效再试一下 还是会这样啊 低笔你看 还是会是某一个特定角度才会 可能墨没有导顺 现在可以你看 可以了可以了 那个墨应该是没有导顺 那这个笔的话 要 那这样看 我试一下 压一下笔 压笔的话 就是也能压 但是 刮质感会比较明显 然后再反写一下 哇 哇 哇 今好这最近的这几只笔怎么回事 都能反写 这 好意外啊 这 啊 对你看就压笔出没量如果大就有这个问题了 那 上一个视频如果有看到的话 就是你看我刚刚这边刷完再几下 那应该要干的话也要三四秒左右了 那就希望自己那个写字速度不要太快 然后刚刚上完木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有点瓜子 然后就会飞白这个小情况 然后多划几下的时候啊 我估计这支笔要怎么讲呢 你一开始买回来吧 就是因为是功能性的笔了 也有他自己的啊 写错字 一直想东西一边写 果然会 嗯 是这样 如果这支笔的话 买回来的时候嘛 先不要这么快下那个定论 必须就是说要把这个笔写到差不多了 可能两百到三百字左右 然后把笔给论的差不多了 然后你再来写 效果会好很多 然后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你看啊就听到就是 一开始那声音如果对比一下的时候 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个笔稍微墨水写开一点的时候吧 那个写感变得很快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支笔的论笔时间需要的 需要的论笔时间是比较短的 那我们再来一样对比一下那个 呃出息 好 那能看到首先这样子这支笔真的是完全功能性 而且非常速的一支笔真的是 呃怎么讲 就是包和斯时代的那种速的一个定义 这支笔真的 呃 产生的真的非常非常到位 首先粗细度来讲的话 它比0.5的这个粗细还要再稍微细上那么一点 然后论完笔的时候那个斜感来讲 也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接近就原子笔的那样子一个斜感了 那而且你看现在 没问题就是刚刚可能是我墨水没有倒开的时候那个导致的 那还是一样的凭空一样的 非常的一个怎么讲下限非常高 现在港币就下限非常高上限非常低 那其实用大家都能用 关键的你需要的附加值是什么 那更多是这样子 然后写起来的时候这个跟拉米的那个感觉也是不太一样 嗯 拉米的那个反正就一点左右你是铁定要换肩的 那这一支的话我就我现在这么看反正上面的一个反光的话也是非常漂亮 斜感上来讲的话可能前面做完视频那两支也是非常出色了 这一支我个人觉得也是很出色就是他们的一个 呃书写的一个感觉也是到我个人的一个需求或者我喜欢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其他的你说挑剔真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如果从实用性来讲也是没什么可挑剔的就是他应该改进的地方 以前讲的地方都改进过了比我你看这么高 稍微比平常细一点也是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这个还不细 那基本上跟我第一支的钢笔无印蓝品来讲的话 那这一支的话的美学会更加的怎么讲 他会更加实用而且更能产生一个就是竖笔的一个美学 因为无印那一支的话如果有记性的话就是都知道我后面是可以倒扣的 那这一支也可以对吧 那少数钢笔能倒扣的 但是倒扣的时候无印那支 我我后来为什么没用呢 就是那个笔这个边上它是插进去的吗 然后就弯掉了 我用久了那这一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非常速的一个笔 而且就是威迪文的那支速笔的话反而也涨了不少 我以前记得我记得是100块 然后现在好像涨到要200还是多少的 好那大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我讲漏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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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